为了让花莲慈祭医院的医护团队可以守护更多偏乡地区民众健康 桃园有一位王先生在太太支持下 7月1号他捐赠了一台九人座的医疗公务车给花莲慈祭医院 希望可以帮助医护同仁在往返玉里、关山等地区看准洽工时 更安全也更有效率 7月1号上午来自桃园的王顺民 带着太太及孙子一同来到花莲慈祭医院 捐赠了一台九人座医疗公务车 希望能让医护同仁在往返偏乡地区看诊时 除了更安全便捷之外 也共同护持社会公益 让资源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的人 我退休了几年了 我一直在想说 如果有能力 我也想再护持 所以第一个想到就我们慈祭医院 本来要捐救护车 因为救护车有连线的问题要淘汰 所以林师兄第一个就 说那我们医院的服务车 我一口说可以啊好啊 现场的公务车捐赠仪式 是由花莲慈祭医院副院长吴彬安 与总务市主任沈方级共同代表接受 而副院长吴彬安表示 黄顺明先生常年护持全台的慈祭医院 感谢他们这次看见了花东医护团队的需要 更以实际行动来支持 感恩我们师兄跟师姐的这样的慷慨解难 跟着上人慈善的脚步 那我们也不会辜负我们师兄师姐的爱心 我们一定在这个地方 坚守我们的岗位 然后对于病人 对所有的这个病人的家属的照顾 一定是不予以利 总务市主任沈方级也感谢地表示 义务同仁将会坐上这辆公务车 穿梭在花东各乡镇小巷守护乡亲健康 同时也代表着王孙明夫妇的爱心 跟着转动 一定会让这辆车发挥到最大量能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